一个是疯披腹黑的王爷 一个是闷骚假正经太子 本是一个人疯狂偏执的强制爱 不想夜夜春宵的温柔香却让两人双双沉沦 皇家围场内 太子谢朝霖正在追赶一只猎物 突然身后冷剑起来 谢朝霖反应极快养生避开 不想身下的马却受惊发疯 谢朝霖连人带马冲下山崖不知所踪 而这次事故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客王谢朝冤 他是皇帝收养的儿子 被封为六王爷 一直对一父一母的太子哥哥别有用心 居心叵测的他暗中将谢朝霖救起 本打算用强硬手段将人留在王府 不想谢朝霖竟意外失忆 在谢朝冤的操弄下 谢朝霖被伪装成清官与其他两人一起送到了谢朝冤那里 然而谢朝霖虽失忆 但骨子里依然拥有太子的至少 他并不相信自己是个清官 另外两人面露胆怯不敢抬头 而谢朝霖却毫不畏惧地打量着谢朝冤 谢朝冤也满目深情地看着眼前的谢朝霖 秉退了其他人之后 他将谢朝霖叫到自己身边 撕下一容的面具 露出了谢朝霖的真实样貌 谢朝冤重新给他取名叫做林郎 而此时院子里的某个下人一脸慌张想去通风报信 他认出了那清官林郎分明就是失踪的太子殿下 鬼鬼祟祟的他突然被谢朝冤的贴身示威叫住 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就被堵住嘴干掉了 谢朝霖回自己房间的路上看到那个盖着白布的人 旁边的下人却只说是那人偷喝酒掉进井里淹死的 谢朝霖满腹疑问 感觉这颗王府更冷了几分 预防里 谢朝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试图捋清思绪 在他仅有的记忆里 自己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屋子中醒来 在之后就被人推上车送到了这里 然而自己到底是谁 从哪里来 谢朝冤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林郎在看什么 一边说着从背后抱住了谢朝霖 谢朝霖再次打量着眼前之人 样貌虽处于少年和青年人之间 但从对方眼神里推测出这是个不好惹的狼崽子 即便如此 谢朝霖也丝毫没有漏气 他反问谢朝霖 殿下知我是何人 谢朝霖对此逼而不打 只说你是林郎 是我的人 谢朝霖见问不出什么 不客气的让谢朝霖出去吧 我要陌生了 说完便自顾自的宽衣解怠 没有遮掩分毫 谢朝霖却依旧没走 内心暗自思索着 太子哥哥被人伺候惯了 在人前宽衣解怠是寻常事 根本不觉有余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本王那句是我的人到底代表什么 儿时的记忆又浮现在谢朝霖脑海 他第一次见到谢朝霖是在六岁那年 其他兄弟都冷漠地打量他 只有谢朝霖微笑着向他伸出手 从此他的眼里就只有谢朝霖 谢朝霖靠在浴桶上释放着疲惫 他能感觉到谢朝霖还在身后 但也懒得搭理他了 自己又想不起什么有用的信息 眼下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片刻后 沐浴完的谢朝霖推门出来 谢朝霖还在外面等候 他一把抱起谢朝霖说道 本王送你回去 谢朝霖倒也不反抗 只是问道 殿下是打算一直把我关在这小院里吗 过段时日回京后本王带你回克王府 你想如何都行 此时谢朝霖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只要你下个月的大婚成不了就行 封批弟弟为了不让太子哥哥成亲 不惜设计让哥哥坠落悬崖又偷偷就起 在众人都以为太子已经死掉的时候 弟弟却悄悄把失忆的哥哥藏在了自己府上 还对他百般从来 夜晚 谢朝霖亲自将太子哥哥抱到床上 谢朝霖故隽问道 殿下是怕我跑了吗 谢朝霖威胁 你跑不掉的 你要是敢跑 本王就打断你的腿 次日清晨 谢朝霖已经命运准备好太子哥哥爱吃的菜肴 可谢朝霖却兴致缺缺缺没什么胃口 谢朝霖立即让人重新换一桌上来 看着霸道的小殿下 谢朝霖感觉昨晚他那句打断你的腿或许不是玩笑话 反正自己也无处可去 不如既来之责安之吧 谢朝霖虽不让谢朝霖出门 但其他都是事事顺着他 谢朝霖也毫不客气地提要求 让他把房间的龙咸香换成普通的甜香 此时谢朝霖才看到了哥哥的另一面 原来东宫太子为了迎合皇帝 掩饰了自己真正的喜好 喜欢清淡菜系是假的 喜欢龙咸香也是假的 看着谢朝霖吃的大块肚 谢朝霖宠溺溺地给他擦了擦嘴角的点心鞋 谢朝霖一阵脸红 感觉这位小殿下也过于轻挑了些 饭后 谢朝霖拿起一本知怪传奇看了起来 谢朝霖就在旁边看着他 从前的太子哥哥端庄持重 是不可能看这些贤书的 谢朝霖心思一动问道 你不怕我吗 谢朝霖不解 为何要怕 他虽然现在失了意 但骨子里却依然有太子的魄力 不仅不怕 他还琢磨着哪天能从谢朝霖嘴里 套出话来知道自己是谁 面对谢朝霖种种暧昧举动 谢朝霖自然也看出了他的意图 虽然这狼崽子刚十六岁 但攻略性十足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扑上来了 眼下还是先哄好他要紧 谢朝霖也时刻不忘宣誓主权 提醒他不管怎样 你都是本王一个人的灵狼 谢朝霖被他这轻跳的话语 搞得一阵脸红 决定装傻不再搭理谢朝霖 但他还是低估了谢朝霖的战友欲 在谢朝霖眼里 他是所有人的皇太子 但如今只是我一个人的灵狼 只能是我的 午后 谢朝霖进攻给旧极复发的太后请安 谢朝霖在院里让下人 把梯子搭在了墙上 他要爬上墙 看看外面试图找回一些记忆 看着远处的宫殿 谢朝霖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他感觉这个地方他曾经来过 正在墙头徘徊的时候 谢朝霖冰冷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你在做什么 谢朝霖回头就对上谢朝霖危险的眼神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 谢朝霖张开手臂让谢朝霖下来 谢朝霖也没客气 直接跳下来扑到谢朝霖怀里 他能感受到 这小殿下年纪虽小 身板倒是挺结实 力气也大 谢朝霖却抱住不肯松手了 冷冷地问他在做什么 是不是想翻墙逃出去 紧接着又威胁他 要是赶跑 本王就打断你的腿 谢朝霖慌忙解释自己只是想看看外面的风景 并试图安抚谢朝霖的情绪 而谢朝霖却又开始发疯 直接一把扛起谢朝霖朝房间走去 临走还让下人全部都去领二十棍子 并教弟弟占有欲有多强 只因哥哥站在墙头看了看外面 他就生气地把人扛起来 扔回房间一阵威胁 谢朝霖眼神里满是偏执的怒目 纷乱的情绪让他一阵上头 直接俯身上去 短短几秒钟 谢朝霖的嘴角已渗出鲜血 谢朝霖半嗓才反应过来 狠狠地咬住谢朝霖的手指 内心直骂他疯崽子 谢朝霖眼神一致 就任由他那么咬着 片刻后 谢朝霖感觉牙酸才松了口 一边喘气一边问殿下究竟想怎样 谢朝霖舔舔着手上的伤口异常蛮横 做我的人 谢朝霖自然明白他什么意思 本想试图劝说 但谢朝霖态态度强硬不容反驳 谢朝霖只觉得这小殿下真是一点都不讨喜 但谢朝霖也并非不识实物之人 他马上温柔地抚上谢朝霖的脸颊 劝他不要生气 自己会好好想想的 而此时的谢朝霖就像一头随时要发怒的一网 抓着谢朝霖的手腕松开又抓紧 抓紧又松开 僵持片刻之后 谢朝霖柔声劝说 殿下 别生气了 我不会逃跑 保证不跑 他确实没有要跑的心思 但谢朝霖却压根不信 次日 几个皇子在皇帝行宫里闹得天翻地覆 还牵扯出了四皇子和贴身侍卫之间的羞耻丑事 其一是禁军统领向皇帝汇报太子失踪的线索 几经周转得到一副嫌疑人的画像 而这人就是四皇子齐王的贴身侍卫僵尸 而第二份证据是一个颁指 这颁指是之前皇上赐给齐王的 齐王又赏赐给了僵尸 所有线索直指僵尸 皇上让人把僵尸带上来 尽管刺杀太子和他无关 但此时他和齐王都是一阵心虚 因为太子失踪的时候 他们两人确实是在树林里 还待了两刻钟 而且没带其他下人 面对皇上的盘问 齐王只能苍白地辩解 说僵尸是被冤枉的 二皇子寻王却不依不挠 你俩进去两刻钟还不带其他下人 是去林子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吗 话都说到这了 皇上只能让人先把僵尸压下去 让其他人也散了 临出门时 谢朝渊安慰齐王 你那侍卫没人敢随便弄死 四哥不必这么担心 齐王心虚地问道 那天你都看到了 谢朝渊让他放心 四哥自己不和父皇说 我也不会说的 谢朝渊在别人心中 向来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固 对朝堂党争丝毫没有兴趣 齐王也没和他过多交流便走 出门之后 谢朝渊又让侍卫摘了些鲜花 给谢朝渊带回去 谢朝渊果然很喜欢 一边开心地摆弄花一边和谢朝渊聊天 今天出去那么久是有什么事吗 谢朝渊黏糊糊糊地说看了出戏 谢朝渊就那样坐在他腿上也没挣扎 听着谢朝渊滔滔不绝地讲着朝堂上的事 谢朝渊听完之后瞬间捋青了 虽然证据指向四殿下 但皇上更怀疑二殿下和他们家 谢朝渊又凑近谢朝渊耳边神神秘秘地说 那天我在林子里打猎 看到老四和那侍卫在林中 谢朝渊一个机灵 慌忙抬头揉了揉被热气呼到的耳朵 殿下的兄弟也和殿下一样是好特别 谢朝渊却不以为然 本王跟他不一样 琳琅事事便知 谢朝渊赶紧转移了话题 如果太子真的是骨无存 陛下更不会让四殿下背这个罪名 还要留着他制衡二殿下 谢朝渊不禁感觉太子到底是太子 即便是失忆了 只听三言两语就能分析出朝中局势 随即不禁夸赞 我的琳琅真聪语 转而又问道 琳琅想做皇后吗 眼看谢朝渊眼神中又透露出那股偏执镜 谢朝渊拿起一朵花放到他眼前 想那么多做什么 花不好看吗 殿下别板着脸了 再笑一个呗 说完自己倒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谢朝渊一阵躁动 扣住他的手腕直接按在了踏上 谢朝渊也没有拒绝 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皇帝七个儿子五个有特殊品号 六皇子为了一己私欲将太子囚禁在府里 太子不仅不逃跑还乐在其中 二皇子和王妃各自收留 俊男美女互不干涉 四皇子和贴身侍卫苟且不清 在树林里一场贪荒 不想却被人污蔑刺杀太子 皇上一怒之下将四皇子的侍卫押进了大楼 谢朝渊用力地磕头给僵尸求情 说他是被冤枉的 皇上脸色更黑了 如今太子生死未卜 各方势力都盯着那个位置 还各种居心叵测地构陷逼迫 眼下这个儿子为了一个侍卫竟毫无大局观 自己这皇帝当得可真是憋屈 皇上一怒之下让谢朝琪回去闭门思过 他此刻也意识到了 谢朝琪对那侍卫的态度过于古怪 即便刺杀的事和那侍卫没有关系 那人也留不得了 谢朝渊请安回去的时候又去摘鲜花 二皇子阴阳怪气地讥讽道 本王真是好奇六弟房里养了什么样的美人 值得六弟这般花心思每日亲自摘花套好他 谢朝渊不以为意地说道 弟弟我心肩上的美人 二哥不会懂的 说完就不客气地告辞了 二皇子一肚子闷气也毫无办法 谢朝渊虽出身卑微 奈何生的一副好模样又激励 皇上一贯宠他 谢朝渊府里 谢朝琳要求如果自己赢了这局棋就去前院看看 如果殿下赢了就随便殿下如何 谢朝渊知道太子哥哥棋一抄群 几个太傅完了一辈子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自己肯定是必输的 但还是陪他完了 两课中后 谢朝渊将棋子扔回河里直接认输 琳琅赢了 谢朝渊问他 殿下说话算话吗 谢朝渊逗他 本王何时答应过你的条件 谢朝渊一夜 怎么还耍赖的 此时侍卫来汇报 说太子殿下找到了 那日被村民救了之后至今昏迷不醒 人已经送到行宫了 二皇子想去探望 但是被拦住了 谢朝渊一脸计较 连谢朝龙那个草包都不信这事 陛下能骗得了谁 谢朝渊逗着笼子里的鸟说道 能骗过谁不重要 陛下说太子回来了那就是回来了 只要这个位置还有人 其他人就没理由抢 陛下是想维持眼下的局势 太子哥哥一开口就说明了现状 谢朝渊拍了拍腿让他过来 谢朝渊一头黑线的坐了过去 谢朝渊一脸宠溺 你不是想出去看看吗 本王现在就带你去 不过得看你的诚意 谢朝渊明白 自然也是诚意满满 出去之后谢朝龙一惑道 殿下为何要给我带面纱 谢朝渊凑近他说道 不想让人看到我的琳琅 谁要是多看你一眼 本王就挖了他眼睛 谢朝龙只觉得这小殿下不可理喻 那伺候我的那些人呢 也要挖了眼睛吗 谢朝渊冷哼一声 他们不敢放肆看你 不然就挖了他们 说完顺手将谢朝龙的面纱摘了下来 又胡言乱语了几句 谢朝龙感觉话不投羁绊俱多 转身不再搭理他 但看到眼前的场景时 谢朝龙心里一阵触动 他感觉这个地方他来过 谢朝渊贴到谢朝龙后背 问他喜不喜欢这里 谢朝龙直说喜不喜欢又怎样 反正殿下也不让我去别处 谢朝渊又要发疯 你还想去哪里 在本王身边不好吗 谢朝渊心里不快 但嘴上也顺着他 哪都不去 殿下别担心了 谢朝渊捧着他的脸满目深情 听话 本王不能没有你 他瞒着所有人将太子哥哥藏在身边 又大胆地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将他抱进马车 而众人竟不知他们苦苦寻找的太子殿下就近在眼前 但此事却引起了二皇子谢朝龙的怀疑 酸溜溜地讥讽谢朝渊 你这车严实地和东宫那位一样 难不成车上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谢朝渊一脸冷淡 说弟弟的美人身子弱 受不得风寒 说完不给谢朝龙再开口的激活 直接告辞了 谢朝龙恨得咬牙切齿 这群混账 没一个把他这个兄长放在眼里的 谢朝渊转身回去之后就一脸温柔 告诉谢朝龙马上要启程了 马车太颠 别看书了 说着就将谢朝龙手里的书抽走了 谢朝龙只觉得这小殿下有点过于霸道 但没必要和他过不去 想想还是自顾自地躺下了 谢朝渊可舍不得太子哥哥路途颠簸 主动坐下当谢朝龙的肉垫让他枕着 谢朝龙开玩笑地说 这可是最金贵的枕头啊 路上果然异常颠簸 谢朝龙感觉有小殿下这个肉垫在果然舒坦不少 谢朝渊爱连地扶了腹怀里的太子 虽然双腿已经被压麻了 但看着熟睡中的太子依然忍了下来 片刻后 皇上下令让停车休整 谢朝渊将谢朝龙倾放在榻上 下了车吩咐侍卫准备好膳食 一会儿琳琅醒了一定会饿 而此时的四皇子谢朝龙却一脸失魂落魄 他的僵尸死了 在皇上的受益下扛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保住了谢朝龙 太子被赐一事就这么翻篇了 谢朝龙自此开始黑化 他发誓和谢朝龙不共戴天 片刻后 谢朝龙从熟睡中醒来 推门发现马车被上了锁 透过模糊的窗户只向外看去 他瞬间感觉和谢朝龙说话的人有点眼熟 那人叫李恒 是谢朝龙的母家表弟 也是他儿时的伴侮 此时他对谢朝龙马车里藏美人的是深感迷惑 不禁疑心起来 谢朝龙冷笑一声 本王的是何须与你交代 他和李恒之间是有矛盾的 五年前谢朝龙刚做太子的时候 谢朝龙满心欢喜地将自己亲手猎道的银狐皮送给谢朝龙 不想却被李恒拦在了能外 说要查验之后才可以送给太子 二人争夺期间银狐皮被撕坏 谢朝渊气怒之下直接将李恒打得倒地不起 不想这一幕刚好被谢朝龙看到 说他小小年纪怎么如此暴力 从此之后 谢朝渊变成了东宫最不受欢迎的客人 也和太子哥哥渐行渐远 眼前李恒听到谢朝渊的话之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谢朝渊的剑就毫不客气地架上了他的脖子 那一瞬间李恒脚底升起一股寒意 他能感觉到谢朝渊是真的想杀了他 赶走了李恒 谢朝渊端着饭菜送来给谢朝龙 谢朝龙问他刚才为何动物 还动上剑了 谢朝渊问琳琅觉得本王这样如何 如果杀了他会不会觉得本王很暴力 谢朝龙吃着菜漫不经心地说道 杀人的前提是你能自保 如果因为杀他把你也赔进去了那就得不偿失 谢朝渊只是温柔地盯着他 琳琅说是便是吧 堂堂太子被王爷囚禁在府里 可他却万般享受 只因王爷对他百依百顺 但从行宫回到王府的这天 克制许久的王爷注定会将他吃干抹尽 回到王府之后 谢朝龙被安排在谢朝渊隔壁房间 晚饭后二人直接去了御房 谢朝龙一身疲惫随着热水一扫空 但谢朝渊的眼神却让他感觉气氛不对 然而今晚他注定逃不掉了 在宫灯熄灭之前谢朝龙只留下一句话 殿下惊点吧 次日谢朝龙从疲惫中睁开眼睛 腰身的酸痛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昨夜的事情清晰地印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听到声音的吓人端来热水伺候他洗漱更衣 片刻后 谢朝龙走进饭厅 谢朝渊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大冷电 谢朝龙突然感觉自己有被炒弄到 也只能气呼呼地倾坐下 谢朝渊面含春色 贴心地给他盛饭送到面前 谢朝龙一脸冷淡 殿下不必去跟酱柜伺候我 而谢朝渊只说你手脚太凉 可汤满身子 僵持片刻之后 谢朝渊一直盯着他 谢朝龙感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便伸手接了过来 早饭过后谢朝渊依旧黏着谢朝龙 和他坐在一起看书 片刻之后开口说道 昨夜 谢朝龙马上打断 昨夜的是别再说了 谢朝龙已经羞红了脸 而谢朝渊却笑眯眯地盯着他 既成事实 为何不能说 见谢朝龙没搭理自己 谢朝渊又说起皇上过几天 让几个皇子都上朝的事情 以前朝堂上只有太子和二殿下 现在太子出世 皇上又不能让二皇子一家独大 谢朝龙听闻开口问道 殿下深谙陛下心思 早就算计到这些 那太子的失踪和殿下有关吗 谢朝渊凑近他说道 如果我说有关呢 本王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谢朝龙瞬间感觉 这小殿下的野心源 比他以为的更大 谢朝渊仿佛看出了谢朝龙的心思 捏了捏他的脸安慰了 琳琅不必担心 本王不会害你 谢朝龙看到谢朝渊包扎的手 不禁一阵心虚 谢朝渊却不在意的说了一句 早起血流了不少 谢朝龙嘴上说 殿下如果不强人所难也不会如此 但内心却觉得 谢朝渊如果真追究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一句死尸了 谢朝渊并不在意 只吩咐下人将那把短刀拿了上来 转手就送给谢朝龙 说这是百灵国送来的供体 琳琅喜欢就送给你 谢朝龙想到谢朝渊的生母是百灵国人 而这把短刀又是谢朝渊贴身放在床榻上 自己怎么好多人所爱 但谢朝渊却不在意 琳琅想要什么都尽管拿去 谢朝龙内心一阵触动 又问到不怕我再次行刺你吗 谢朝渊却反问他 你会吗 谢朝龙不说话了 昨晚要不是他昏了头也不会那么多 谢朝渊也猜到了 直说你不会 谢朝龙不甘心地反驳一句 殿下不过是仗势弃人罢了 谢朝渊将短刀寄到谢朝龙腰上安慰他 别总计较这些了 琳琅昨晚上也不是没有享受 说完就起身说要带谢朝龙四处看看 谢朝龙只觉得这小殿下属实厚颜无耻 不想谢朝渊继续补刀 腰酸的话更得走一走 活络活络就好了 谢朝龙无语 只是站起身翻着白眼瞪他 当被按在塌上的那一刻 谢朝龙就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不曾想一夜地交流让他食髓之味 从此便欲聚还淫欲罢不能 次日清晨 谢朝渊贴心地给他准备好软电 还亲自尝好周端给他 谢朝龙只觉自己受到了嘲弄 但眼前的小殿下不仅不溜 还口无遮拦地说他腰酸就要多出去走动走动 谢朝龙一个白眼甩过去内心一阵无奈 出门之前谢朝渊亲手给他系上披风 眼见小殿下这般体贴 谢朝龙又想起昨夜的事 故今发问 殿下为何叫我哥哥 谢朝渊却说你说过比我大 一个称呼而已 床子之间琳琅不懂吗 谢朝龙只觉得这人真不害臊 能面无表情说出这种羞耻的话 但他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这位小殿下的蛮横和强硬 让人抗拒不得 这样就这样吧 客王府里 谢朝渊带着谢朝龙四处逛着 谢朝龙知道 谢朝渊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但其实个性阴沉孤僻 下人们都是谨小声微地伺候着 这府里也是冷冷清清楚楚透着压抑 谢朝龙内心叹了口气 小殿下才16岁 也不知道这性子是怎么养出来的 谢朝渊见他不说话便转头问道 琳琅在想什么 谢朝龙直言府上没什么好玩的 屋子也都是空着的 听到这话谢朝渊决定带他到后院看看 后面景色倒是别致 环山咸水的 走到高处的望楼可以看到整个王府 谢朝龙看到演武场上训练的兵丁 一朝一世气势十足 谢朝龙内心莫名发凉 难怪他敢对东宫太子下手 谢朝渊此时注意到谢朝龙手心出汗了 谢朝龙赶忙将手抽走 而谢朝渊又强硬地将他手拉了回去 用帕子给他擦手 谢朝渊明明什么都没说 但谢朝龙却能感觉到他身上极具压迫性的气势 谢朝龙再次抽出手 转身说去别处看看 走到观景亭的时候谢朝龙才来了兴趣 下面的景里吸引了他的注意 下人马上就端来了鱼石 谢朝龙兴志勃勃地喂着鱼 谢朝渊在后面微笑地看着他 以前的太子哥哥对这些从未表现过兴趣 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他 这样最好 谢朝龙玩得高兴 还不忘回头问谢朝渊要不要喂鱼 谢朝渊随手从盘子里拿出一块糕点直接扔了进去 凶猛的大景里很快将那块糕点分饰干净 谢朝龙却一脸不满 鱼石有很多 殿下干嘛要这样喂 谢朝渊一有所指的说看他们这样争抢很有趣 谢朝龙也直言殿下的性子偏激了些 说完又轻抚着谢朝渊的脸颊劝了两句 而谢朝渊只说自己要做这位鱼之园 眼看谢朝渊目光炽热 谢朝龙赶忙又戳回首 此时下人来报 说太后送来了美酒和螃蟹 请殿下去迎接 谢朝龙还想逛会园子 谢朝渊就让身边的王静伺候着 看着谢朝渊的背影 谢朝龙收敛了笑容 招呼王静去别处看看 后院隐蔽之处还有一些院子 突然一个面容俊美的少年叫住了谢朝龙 不客气地问他是新来的吗 谢朝龙没搭理他 回头问王静 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 王静坦言是张郎君给殿下送来的俊男媒女 谢朝龙回忆了一下 当初就是张郎君把他扮作清官送来了 看来这颗王府还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 只因小时候的一颗糖果和一个微笑 并教弟弟就对太子动了外心思 将他囚禁在身边寸步不离 而堂堂太子一招沦陷 竟沉浸在这种近乎风批的宠命 谢朝龙在后院闲逛的时候 碰到一名模样俊美的少年 王静告诉他这里住的都是张郎君给殿下送来的 谢朝龙不禁问道 那为何我不住这里 王静坦然您和他们不一样 您是殿下心肩上的人 住这里的都要学本事 以后为殿下卖命 谢朝龙瞬间明白了 这里的人个个都有好皮囊 学了本事之后当戏做再好不过 小殿下才16岁就已然有了这样的城府 转而他又问王静 让自己对郎君置无不言 谢朝龙又问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静冷汗直流 只说奴婢不知 谢朝龙冷笑一声 转身离开 谢朝龙刚回去就看到两筐子的螃蟹 谢朝龙问他吃清蒸还是辣蟹 谢朝龙也不客气 说都吃辣得多做一些 谢朝龙俯身往他嘴里塞了一颗糖 说是太后赏赐的 谢朝龙只说挺甜的 紧接着就听谢朝龙说起小时候的事 他第一次回宫的时候 太子哥哥就给了这样一颗糖 虽然这糖宫里到处都有 但都不如太子哥哥给的好吃 谢朝龙转而问他 殿下和太子还是有几分兄弟情的 如今他下落不明 殿下不觉得亏心吗 谢朝渊却说太子哥哥是奈池里的鱼 而他要做一个喂鱼的人 谢朝龙又问他那我是什么 谢朝渊眼神温柔 你是本王的心上人 这句话也让谢朝龙心中一动 几天后 谢朝渊带着谢朝龙一起去西台迎孝岳大军 还给他戴上了面纱 说不想让其他人看见琳琅 琳琅也不要去招惹别人 谢朝龙对他这霸道的做法略感生气 本想拒绝和谢朝渊一起乘马车 何况自己只是殿下的侍卫身份 奈何谢朝渊态度强硬只说两个字 上车 谢朝龙还想说什么 但还没开口就被谢朝渊一把扛起 然后直接扔进了马车 谢朝龙腰部一阵酸软 这小殿下不仅没节制 下手还没个轻重 他瞬间感觉谢朝渊还是之前说 你是本王心上人的时候可爱 内心安慰自己一定要忍耐 这会儿也只是回头笑着打去 殿下好大的脾气 虽然谢朝渊刚才有点粗暴 但他坐下之后又怕谢朝龙不舒服 甘愿给他当肉垫枕着 并贴心地给他揉捏着侧腰 停车休息期间 谢朝龙盯上了谢朝渊的马 问他可不可以让自己骑一下试试 谢朝渊随手将马边扔过去问道 你会骑马 谢朝龙迅速翻身上马 得意地挑了挑眉 我不会吗 谢朝渊一脸宠溺 提醒他别跑出本王的视线 谢朝龙答应了一声 就挥动马边纵马出 秋风洒爽 谢朝龙也体会到了久违的快意 不知不觉跑出了一段距离 突然一匹马横在他面前 拦住谢朝龙的正式李恒 他直接问谢朝龙 客王竟将自己的马给了你 为何之前在他身边没见过你 你究竟是谁 谢朝龙没吭声 他记得这人是之前在回宫的路上 和谢朝渊起了冲突 而李恒却还在不依不恼地追问 你到底是谁 堂堂太子一招失忆竟沦为清官 天天被病骄弟弟折腾到腰酸背痛 而食嘴之味的他却被拿捏得死死的 不仅对这个疯批弟弟百依百顺 甚至面对儿时的玩伴也没开口说话 只因小殿下曾和他起过冲突 也因此错过了一个找回身份的机会 但李恒还是起了疑心 故意不恼地追问他到底是谁 僵持期间谢朝渊起码赶到 琳琅 回去了 谢朝龙内心坦克 这小殿下一定是生气了 自己不该跑那么远的 回去之后谢朝渊就把他锁进了马车里 谢朝渊气鼓鼓的但也想得开 出不去就睡觉 自己可不想陪他发疯 一觉醒来已经到了目的地 谢朝渊撩开帘子让他下来 谢朝渊心里有气 殿下如此霸当 说官就把我关起来 我不服 谢朝渊理智气壮 有何不服 之前说让你不要跑出本王视线你不听 谢朝渊自知理亏 但还是反驳 殿下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心上人吗 两人开始对峙互相不甘示弱 宛如奶狗对恶狼半傻 谢朝渊叹了口气 自己的心上人只能宠着了 他微笑着伸出手 下来吧 谢朝渊却还在傲娇 殿下可知错吗 殿下如果只将我当作 卵宠随便怎么对我 但殿下说我是你的心上人 谢朝渊一愣转而问道 那琳琅又将我当作什么人 谢朝渊突然感觉 这小殿下唯一可取之处 就是长得好 床子之间也和谐 自己也得了趣 要是不这么霸道就好了 但我才不告诉他这些 片刻后 二人一起来到房间 谢朝渊一愣 只有一张床 该不会又要同睡吧 突然外面又传来吵闹声 又是李衡 谢朝渊让琳琅不要出来 自己关上门出去应付李衡 两人见面就对 李衡要找刚才的小侍卫 而谢朝渊却骂他一个 竟往我这凑 传出去什么风言风语 你无所谓吗 你屡次以下犯伤 真以为还有太子表哥 给你撑腰吗 李衡也毫不客气 指着谢朝渊骂道 你放肆 竟敢诅咒太子殿下 谢朝渊冷笑一声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何必挑明了说 别再来本王面前晃悠 不然下次可说不定 一个手抖伤到你哪里 回到屋里 谢朝渊问他 殿下又与人吵架了 那是何人 谢朝渊只说是不相干的人 你只要乖乖听话 本王就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风批弟弟自从开了婚 就毫无节制 在府里与太子夜夜声歌 到了外面还要共处一室 而太子竟也和他次次沦陷 下人还在屋里的时候 谢朝渊就开始脱衣服 谢朝渊一个机灵 你做什么 谢朝渊一脸委屈 出门在外沐浴不方便 让他帮我擦身了 狼崽子瞬间炸毛了 以后这种事别让下人做 谢朝渊依旧无辜 我自己擦不了背 殿下难道要亲自动手吗 谢朝渊的战友欲瞬间上来了 直接和尚书说道 去床上趴下 谢朝渊无所谓 顺从地趴到榻上 一瞬间 白皙的肩被展露在眼前 谢朝渊瞬间看得失神了 半分钟后才在榻边坐下 轻柔地用毛巾给谢朝渊擦拭后背 还不忘提醒他 以后在外面不要乱跑 看不见你了我会担心 语气温柔手下也温柔 谢朝渊只觉得舒服 瞇着眼睛满足地答应着 突然间他心神微动 侧头看向谢朝渊 这小殿下难得这么温柔 眼中也没有平时那种力气了 昏黄的烛光下 谢朝渊忍不住 拖起谢朝渊的下巴让他听话 只要你肯留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带你好 次日 谢朝渊带谢朝渊 一起去了西台营教场 谢朝渊阴阳怪气地讥讽 他和这小侍卫寸目不离 还把自己的马借给他 谢朝渊浪荡地笑了一声 我乐意把马给他 二哥不会也看上我的 马了拐弯抹角的讨腰吧 谢朝渊一时背对得哑口无言 但也拿谢朝渊丝毫没有办法 一旁的七皇子倒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谢朝渊看着前方的乐舞台 内心又生起一阵熟悉感 但脑海中还是没有任何记忆 此时皇上来了 公路研制出的五枚将军炮 也都准备好了 皇上这次要借机 给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一个下满威 谢朝渊凑到谢昭凌耳边小声说道 好戏要开始了 只听喷的一声 第一枚炮弹音声出唐 净落在了百步开外并未炸开 皇帝脸色难看 城楼上也是一片哗然 而让人更恶然的事 接下来的四眉衣就是哑炮 西台银铜领满头大汉跪地紧醉 皇帝面色铁青拂锈而去 谢朝渊笑意浓烈突然明白了什么 谢朝渊于光看着他 目光里掺杂着怀疑 回到府里之后 谢朝渊一直心神不明 他总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谢朝渊注意到他的反常 一边给他擦着嘴角一边 问琳琅怎么心不在焉的 谢朝渊问他 今日之事也是殿下所为吗 谢朝渊却说自己可没那么大本事 西台银是什么地方 接着又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形势 谢朝渊看他那说话不着调的样子 只觉得这小殿下嘴里没一句实话 谢朝渊突然问他 怎么对这些事情这么感兴趣 谢朝渊愣了 以他的身份确实不该对这些事感兴趣 但总觉得不问清楚心里不踏实 然而嘴上依然傲娇 殿下不想说就算了 我只是殿下的一个玩意儿 殿下逗我开心才和我说 不想说自然就不说呗 谢朝渊也没有不想说 只是想逗一下他的太子哥哥 看谢朝渊这样说了 他才详细地将自己的猜测说了说 总之就是肇事狂妄罢了 既然皇帝不给他们面子 他们也在皇帝的面子上做手脚 谢朝渊扭头不屑地吐出一句 多心不易必自闭 谢朝渊只觉得此时的太子哥哥 才是真实的他 说话时灵动的表情 和做太子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朝云暮雨的生活 让太子有点难以招假 然而当问到想不想的时候 也不是不想 只是这强悍的小殿下 属实让他有点受不住 只能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小殿下也觉得太子说得对 但他不问对错 只顺本心 虽然谢朝渊的霸道 让谢朝渊内心难免不快 但他又感觉这小殿下 其实也没那么难哄 自己随口的一句关心 都能让他心发怒放 不如就哄哄他 然而谢朝渊张开嘴话 还没说出口 谢朝渊突然扭头 说了一句算了 你吃东西吧 谢朝渊瞬间满脑子问号 晚上 谢朝渊一边帮谢朝渊 是明天要穿的功夫 一边听他念叨朝堂上的事 忍不住又提醒他一句 殿下入了朝堂之后 这性子还是要收敛一些 谢朝渊心下一阵柔软 温柔地给他抹去嘴角的点心鞋 此时王让进来汇报事情 谢朝渊趁机转开话题 说要去喂小黄 王让汇报的也就是皇上 随口一问 殿下呢 皇上没给你指婚吗 谢朝渊瞬间又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两人又逗去了几句 王让继续汇报其他事 听完两人的对话 谢朝渊戳着谢朝渊的心口 说几个皇子里就殿下心眼最多 连陛下宫里的事情都一清二楚 琳琅佩服 说完又转身打算回自己屋里 殿下明天还要上朝 应该早点休息 可谢朝渊伸手将他拦腰拉回 今天依然不打算放过他 眼见气氛到了这里 王让董事的带着其他人自觉退下 谢朝渊不禁劝道 殿下还年轻 要懂得节制 谢朝渊不说话 只是那么盯着他 谢朝渊无奈的叹口气 乖乖的开始整理衣服 不然一会儿被他乱来 还得浪费一件上好的衣服 但是转念一想 凭什么这人想做什么 我就一定得配合 然后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这些小细节都被谢朝渊看在眼里 不禁凑近问他 不想吗 谢朝渊不说话 又默默的开始上手 片刻后 谢朝渊要求换的地方继续 谢朝渊心有不甘 回头狠狠地咬在对方肩头 谢朝渊不闪不闭 毅然温柔地说琳琅开心就好 接下来又是谢朝渊的一番劝说 谢朝渊都懂 但依旧遵从本心我行我素 谢朝渊见他这么霸道 内心又升起一股 将他揍一顿的想法 嘴上交流总是话不投机 只能换个方式深入交流 而谢朝渊内心难言的苦闷无法释怀 只能无声发泄出来 导致第二天谢朝渊醒来的时候 让太子腰酸被捧 醒来就把那小殿下咒骂了一番 然而忍着酸痛还在吃别人的醋 谢朝渊刚起床 之前在后院碰见的少年就等着求见了 对方自我介绍名叫宋时 谢朝渊坐下并没有说话 只等对方说 宋时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谢朝渊的亲密 又表示了对谢朝渊的羡慕 宋时虽然不清楚谢朝渊的身份 但也知道谢朝渊为了他是费尽心思的 谢朝渊自然也听出了宋时的意思 忍不住提醒他 既然为殿下效劳 就别起不该有的心思 宋时面色稍变 小心思都被谢朝渊看穿了 谢朝渊自然也知道 这少年对谢朝渊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但他又不觉得自己在捏算赤索 只说是单纯的为了提醒对方 转而他又问王静 那个人会被送去哪 王静也不知 只说想来不会是坏地方 谢朝渊一回府就注意到谢朝渊脸色不好 直接问他是谁这么不长眼惹了灵儿 谢朝渊看了他一眼 又想起昨晚这人是怎么折腾自己的 但嘴上只说殿下多虑了 这刻王府没人敢惹我 谢朝渊一边倒茶一边安慰他 谁乱嚼舌根让琳琅不高兴就捡了他舌头 谢朝渊依然傲娇 殿下要罚人无需依我做借口 谢朝渊知道琳琅还在生气 一把懒过他放在自己腿上 做哥哥的这般爱撒娇吗 谢朝渊自知生闷气也没用 不如趁机讨点好处 随即就问自己能不能出府玩 谢朝渊脸色一沉 可王府里不好玩吗 谢朝渊便撒娇的说想去外头看看 殿下就陪我去呗 谢朝渊狠吃这一套 当下就答应过几天带琳琅去庙会玩 谢朝渊内心那口气终于顺了 又举手轻抚谢朝渊的脸颊说多谢殿下 一句话把狼崽子治得服服贴贴面色微火 谢朝渊又得寸进尸地问琳琅打算回报本王什么 谢朝渊随手拿起一朵花别到他耳朵上 送花给殿下带 花朵趁着谢朝渊斜似俊美的面容竟毫无违和感 谢朝渊不禁感叹 殿下小小年纪变这般容貌出众 这小殿下这里确实特殊些 但这人说的让他做王妃什么的也不能当真 真要粘酸吃醋的话以后日子只怕不好过 于是他又说道 殿下这样的何该有许多人恋了 琳琅替你高兴 谢朝渊却突然生气了 不需要你替本王高兴 你觉得你这样本王该高兴吗 谢朝渊又感觉这小殿下脾气实在不好 但也不想多说什么 只是凑近他的嘴角 这样殿下该高兴了吗 一个动作下来 谢朝渊又被死死拿捏 封批弟弟将太子囚禁在府里 只为满足他的一己私欲 而失忆的太子却乐在其中 但当看到熟悉的人何时 那些被禁锢的记忆开始一点点破龙而出 当谢朝渊提出要出去逛逛的时候 谢朝渊虽担心 但为了让他高兴还是答应了 出去后谢朝渊玩得很开心 他从来没逛过这种要活 不禁问殿下之前来过吗 在得知谢朝渊也没来过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这个小殿下也没传闻中那么贪婪 一路上谢朝渊眼中都绽放着光彩 拉着谢朝渊这边看看那边逛逛 走到木匠处的时候谢朝渊要买一个鸟笼 说给小黄换一个宽敞点的家 谢朝渊却一脸嫌弃 府里的木匠随便做一个都比这个好 谢朝渊忍不住嘲笑的 殿下的心眼就只有真眼那么大 跟只鸟争风吃醋 当偏见隔壁唐人的时候 谢朝渊心生遗迹要哄哄小殿下 便说买个唐人送给他 转头和老板说要两个唐人 他属兔我属 要这两个属相的 谢朝渊突然一顿心思微沉 很快 一只兔子就出现在老头手中 老头让两位小狼君自己吹 谢朝渊傲娇 你帮我 谢朝渊也乐于哄着他 鼓起腮帮子将那唐人吹了起来 看到那唐人的时候 谢朝渊脸色才缓和了下来 还给谢朝渊吹了一个小老虎 谢朝渊不禁感觉 明明是个狼崽子 属相却是兔子 要真有兔子那样温顺就好了 但是当看到手里那只老虎的时候 谢朝渊后知后觉 为什么我会记得自己属虎 殿下 我果真比你大一些 谢朝渊淡淡地吻了一声 内心泛起一丝涟漪 他们本该是亲密无间的兄弟 而自己却起了卑劣心思 想独占太子哥哥 但是我不管对错 我只要太子哥哥是我的 突然前面有人拦住了两人 说定王殿下在前面茶楼 请六殿下过去喝茶 谢朝渊抬头朝前面茶楼看了一眼 定王热情地打招呼 六侄子 上来 坐下时定王打量了一下 谢朝渊并没有说什么 闲聊期间 定王提起谢朝渊的婚事 谢朝渊只是敷衍地说不着急 皇叔都没澄清 怎么操心折的婚事 定王没再多说 转而邀请谢朝渊下个月 去他城外的庄子上吃酒 谢朝渊只觉得这位定王看着眼熟 但细想一下仍然没有头绪 闲聊了几句之后定王便离开了 临走时目光又停留在谢朝渊身上瞥了眼 谢朝渊心中生起一阵怪异之感 上来前他听谢朝渊讲过 这位定王之前在边境带兵 后来受重伤勉强保住了性命 还落下影集无法再有此次 至今未娶 但皇上对他格外纵密 是富贵贤王里过得最好的 六个皇子三个万 两个一父一母的还内部消化了 原本失忆后被六王爷强制贴贴的太子 此时记忆开始慢慢浮现 然而他却已经对霸道的小殿下动了心 在见到定王的时候 谢朝渊内心生起一阵熟悉感 而与太子向来亲近的定王也对他频频侧目 定王走后 谢朝渊陷入了沉思 谢朝渊突然问他 琳琅在想什么 谢朝渊回过神来说没想什么 抬头又微笑地让殿下张忍 然后就给谢朝渊喂了一颗花生 他突然想到一个画面 自己朝一只小狼狗扔花生 狼狗稳稳地接在了嘴里 二人你弄我弄之计 下人禀报说张狼军来了 给殿下请个安 谢朝渊一脸扫兴地说让他进来 张狼军笑嘻嘻地问安 心里却想着旁边做的这个是个受宠的 别人哪能做这么近啊 回了两句话之后就问殿下那里还要人吗 谢朝渊果断拒绝 不用了 你留着自个儿用了 内心暗骂着张狼军真没眼色 一旁的谢朝渊却起了小心思 虽然说殿下收回去的人都放在后院了 虽然自己不想捏酸吃醋 但是倘若他要真在隔壁宠幸了其他人 那我 我就再也不理他了 想到这里 自己又气鼓鼓地包了一个花生 谢朝渊赶紧转移了话题 问张狼军最近有什么新鲜事 张狼军说起了东山营利用兵想谋取私利的事情 但并非确切消息 说完谢朝渊就让他下去了 谢朝渊不禁问道 殿下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吗 谢朝渊只说自己没那么大的本事 不过只是个位于看戏的 谢朝渊感觉他说的似真似假 但是也懒得猜了 不过好歹这小殿下总算不白脸色 转而谢朝渊又说看着那位定王眼熟 自己之前见过吗 谢朝渊说不知道 又岔开话题说去外面逛逛 转眼就到了和定王约定的日子 谢朝渊带谢朝渊一起去了定王的庄子上 安排好谢朝渊之后 谢朝渊就入了席 定王开玩笑地说叫了三次才来 是不是金屋藏娇了 谢朝渊趁机取笑他 什么金屋藏娇 只不过一个小侍卫 六弟还把他当成宝了 这臭毛病别是跟着老四学的吧 谢朝渊瞬间怒了 酒杯直接摔在桌子上 谢朝渊并没有说话 但谢朝渊依旧不依不挠 老六现在不就和你一个臭毛病 把你腿子出身的侍卫当成宝 丢人现眼 话还没说完 谢朝渊的一杯酒就浇在了谢朝渊脑袋上 僵尸是他的逆灵 容不得任何人诋毁 谢朝渊也没料到他会当众爆发 起身呵斥他是不是疯了 紧接着就一拳过去 然后被谢朝渊闪身避开 谢朝渊一个不稳摔倒在地 谢朝渊一脸憎恶地看着他 此时定王才发话了 都是自家兄弟 这般折腾像什么样子 谢朝渊被下人扶着回去换衣服 谢朝渊也在无心情拧紧 和定王道歉之后就借口身体不舒服告退了 谢朝渊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只是微笑地看着几人 是一太子被荡成清官囚禁在王爷身边 近乎风批的宠溺让他日渐沦陷 而当他爱上王爷的时候 记忆却开始慢慢浮现 太子的气场逐渐显露 一个眼神就让身边的下人胆战心惊 谢朝渊才走没多久 谢朝渊就开始想他了 心里暗骂他不知道早点回来 王靖看出了谢朝渊的无聊 询问他要不要放风筝 没有谢朝渊在身边 谢朝渊自己也没多大兴趣 不过还是答应了 毕竟聊胜于无 丫鬟们看谢朝渊过来 询问他要不要试试 接着就递给谢朝渊并简单教了他怎么玩 一阵风吹过 风筝在空中摇晃了几下 谢朝渊突然感觉细线勒的手有些疼 稍微一松风筝线就不慎脱手 风筝直接断胎飞出了院子 王靖让丫鬟赶紧去捡 谢朝渊擦了擦手说他要自己去 王靖一脸惶恐 殿下说了 您不能 话还没说完就被谢朝渊一个眼神震住 王靖稳汗直流 内心暗自私存 眼前这位就算失了意 到底还是东宫储君 一个眼神就让人胆战心惊 他阻止不了谢朝渊出门 只得诚惶诚恐地跟在后面提醒他待命杀 谢朝渊出去后一路打量 找到风筝后兴奋地朝那边跑过去 王靖在后面心惊肉跳地提醒王君跨回去吧 接着又吩咐人赶紧去树上把那风筝取下来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你们是哪个府上的 在这里做什么 来人正是定王 下人们慌忙下跪 谢朝渊却有点不知所措 他在谢朝渊那里从未行过里 不知道是该先抬手还是先弯腰 他想开口说什么 谢朝渊刚好赶到 直接挡在了谢朝渊身前 王叔不是回去换衣服吗 怎么在这里 定王随口说道 你的人在这里不知做什么 一个个大惊小怪的 王靖赶忙战战兢兢地起床 定王叮嘱几句之后就让谢朝渊带人回去了 刚转身的时候 定王突然问谢朝渊身边这小侍卫叫什么名字 谢朝渊镇定自若地答 他没有名字 这儿给他取名叫琳琅 定王默默念了一遍陷入了沉思 琳琅 挺好的名字 回到房间内 几个下人匍匐在地不敢抬头 谢朝渊也做好了谢朝渊发疯的准备 一番僵持之后 谢朝渊实在忍不住了 殿下若是生气就罚我吧 他想着等这位小殿下发过脾气之后再哄哄 可谢朝渊只是盯了他片刻就缓和了神情 问他用过碗膳没有 那么 之后又让下人别跪了 传善吧 谢朝渊略带疑惑地问殿下不生气了吗 谢朝渊拉着他的手坐下 已经这样了生气有用吗 先吃东西吧 谢朝渊心虚解释 说是自己无聊想去外面看看 其实他是故意找借口出去的 谢朝渊自然知道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 谢朝渊没再计较 又说明天带琳琅去庄子后面饭粥游壶 谢朝渊瞬间感觉小殿下这样真是讨人喜欢 然后马上就给谢朝渊递了一碗热汤说可以行行酒 而谢朝渊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谢朝渊眉头一皱 事宜他还不快接 谢朝渊宠溺地接过汤 还道了个谢 曾经被强制贴贴的太子如今却越陷越深 甚至开始主动撩王爷 一边享受着王爷这一身功夫 一边因为有人教王爷这些事而吃醋 夜晚 谢朝渊沐浴后坐在镜前擦拭头发 从镜中撇到谢朝渊正趴在床上看书 谢朝渊有所察觉也抬头看了看 谢朝渊下意识地冲着镜子笑了笑 笑完才想到对方可能看不到 不禁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傻气 谢朝渊只是撇了他一眼就又自顾自地开始看书 这种态度让谢朝渊内心莫名的不痛快 他知道这小殿下还是生气了 不然绝对不会对自己爱搭不理他 谢朝渊走到床边抽走谢朝渊手里的书问他 殿下还是生气了吧 谢朝渊却反问道 本王真的生气了你打算如何 他这种状态让谢朝渊心里不上不下 还不如折腾自己一晚上好应对 谢朝渊跨坐上去认真的说 殿下这性子确实地改改 这样殷勤不定别人都怕你 还怎么讨人喜欢 谢朝渊却理直气壮 你早说过不怕本王 两人凑得非常近 动作还极其暧昧 并且是谢朝渊主动的 谢朝渊知道太子哥哥心大 某些事只要自己想就不会扭捏避讳 但是听到从谢朝渊口中说出自己不讨人喜欢 谢朝渊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但却认真的问道 怎么做才能讨你喜欢 谢朝渊愣了 他知道谢朝渊又生气了 随即说道 殿下若是能跟我好好说话 别动辄发脾气就能讨我喜欢 谢朝渊理直气壮 本王今天没发脾气 也和你好好说话了 这下轮到谢朝渊心虚了 说殿下刚才不理我 谢朝渊不禁笑了 他之前不知道太子哥哥竟这么幼稚 不禁揭穿他 明明是你自己心虚 谢朝渊小脸一红还想辩解 却被谢朝渊一把抓住手腕推倒 谢朝渊瞬间一惊 但小狼仔猛烈的气息随之扑面而来 谢朝渊一脸认真 真能喜欢我吗 谢朝渊此时已被他的眼神蛊惑 脸色泛红的闻了一声 谢朝渊笑了 心里一动 炙热的气息贴了下去 此时定王府的另一个角落 谢朝渊最熏熏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 老四那兔仔 早晚我得除掉他 突然迎面撞上一个人 谢朝渊大骂对方不长眼 美人娇滴滴地给王爷赔罪 此人正是男扮女装的宋石 谢朝渊抬眼的刹那被惊艳到了 瞬间色星大起 摸着宋石的下巴问 他是故意往本王身上撞的吗 宋石调笑地说知道一处好地方 王爷跟我来啊 谢朝渊在后面乐呵呵地追着 美人别跑 房间内 谢朝凌正瑟瑟发抖 他不禁问谢朝渊 殿下哪里学的这些 怎么这般厉害 谢朝渊直说宫里会派人来教 谢朝凌动作一致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又听谢朝渊说道 本王没用过那些人 谢朝凌心里这才舒坦了脸 但嘴上依然傲娇 殿下用过也是应该的 谢朝渊看到他这种情绪很是满意 又强调一遍本王真的没用过 太子哥哥一边贴贴一边吃醋 前一秒还夸王爷厉害 下一秒就冷了脸 只因听到王爷说宫里派人 教他这些事 谢朝渊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又解释说自己可没用过那些人 谢朝凌也不想再纠缠 转移话题说自己累了换个知识 谢朝渊自然对他百依百顺 只要琳琅开心他怎么样都可以 谢朝凌不禁感觉这小殿下真爱撒娇 总是喊哥哥 虽然这么想 但嘴上却催着谢朝渊快点继续 一阵敲门声不合时宜的响起 王让在门外说寻王那边出事了 殿下要不要去看看 谢朝渊这会儿可没心思去看热闹 晚点再说 但谢朝凌倒是挺有兴致 刻意来禀报的肯定是有什么大乐的 一起去看看呗 回来再继续 谢朝渊虽不愿意 但也顶不住他撒娇 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此时定王的齐明轩外灯火通明 醉熏熏的谢朝容被两个吓人架着 定王一脸怒气地看着他 一盆水浇到谢朝容头上 他瞬间酒醒了八分 定王冷冷地开口 你在本王的齐明轩做什么 谢朝渊小声地告诉谢朝凌 这齐明轩是定王年轻时爱慕的女子 曾经住过的地方 可惜他香消玉允 这里就成了府上的禁地 谢朝容大声辩驳 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一个剑壁故意引我来这里 进来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突然他转向旁边的谢朝起 扯着衣领子质问他 是不是你故意设计我 谢朝起自然不认 只说与自己无关 定王也不再给谢朝容争辩的机会 直接命人将谢朝容请出去 并表示定王府以后不再欢迎他 谢朝渊不禁感叹 知道他蠢 没想到能蠢的这样被人算计 从今往后他在王叔这里 再无半点数值情谊 谢朝凌的注意力却落在了其他地方 他看到谢朝其身后 跟了一个熟悉的面貌 之前在客王府后院的那个宋氏 宋氏似有察觉 回头朝他笑了笑 谢朝凌愣神的功夫 谢朝渊拉起他说戏看完了 回去继续 谢朝凌不禁问道 这是殿下安排的吗 殿下送那个宋氏去了四皇子那里 谢朝渊只说宋氏以后 如何就看他本事了 但这件事不是自己安排的 谢朝凌叹了口气 殿下好厉害 这么轻易就往别人身边送了人 谢朝渊反问一声 怕了 谢朝凌道也淡定 我怕什么 殿下之前说过不会害我 谢朝渊牵挤他的手 走吧 回去继续 七个皇子两个封批 还有四个嗜好特别 四皇子和贴身侍卫纠缠不清 在侍卫死后他彻底黑化 发誓定要报仇 六皇子为了把太子哥哥永远留在身边 暗中出手搅动朝局 三皇子对大皇子的死因无法释怀 在朝中隐忍折服搜集证据 几个皇子各自为了所爱之人想夺权 但二皇子背后势力庞大 也只有他是单纯的为了征皇位而征皇位 然而二皇子谢朝渊是最蠢的 在定王的庄子上被谢朝渊身边的侍卫算计了 也因此和定王彻底决裂 在处位之争中失去了定王这个助力 然而谢朝渊并不高兴 因为这次的事并不是他安排的 但定王必定会怀疑到他头上 也很难会帮他在陛下面前说好话 他愤怒地责怪宋时擅作主张 但宋时是他去祭奠僵尸的时候遇上的 自称是僵尸的弟弟 调查之后发现情况属实便把他留在了身边 此时宋时也只是委屈地说自己想帮哥哥报仇 谢朝渊恨铁不成钢 但因为他是僵尸的弟弟又下不去手 只是恨恨地朝他旁边的地上抽了一鞭子 又告诉他收起那些小心思 你哥哥的仇我自然汇报 僵尸跪到谢朝渊身边拉着他的手表忠心 哥哥能做的事我也可以做 这条命我也愿意给殿下 谢朝其心里再容不下其他人 迅速抽出手说让他为了僵尸好好活着 其他的事情不需要做 次日 谢朝渊和谢朝渊又聊起了定王庄子里那处境地 曾经真的住着王爷心爱之人吗 谢朝渊也只是从传闻中听说的 并不能确定 但近十年来他一直孤身一人倒是真的 府上连个世界都没有 谢朝渊突然感觉 兴许那心爱之人不是女子的 毕竟小殿下这一家子嗜好都挺特别 突然谢朝渊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游房 他开心地跳了上去 还不忘回头朝谢朝渊伸手 殿下 我拉你上来 谢朝渊满眼温柔地看着他 这游房也是他一大早特地找定王借来的 就为了哄谢朝渊开心 坐在船上谢朝渊不禁感叹 定王爷真是好享受 客王府里的湖和这里比起来只能算水实则 谢朝渊包了一个橘子塞到他嘴里 说湖心还有做到 那里更漂亮 谢朝渊不禁问他 羡慕定王这种生活吗 父慧想了一辈子做个贤王也不错 但小殿下怕是置不在此了 谢朝渊只说自己和皇叔不一样 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太子哥哥 是自己用卑劣手段困在身边的 就算困得了一时也困不了一时 只有自己坐上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 才能真正留住他 马上就到了湖心岛 谢朝渊迫不及待地叫上谢朝渊一起上去 二人牵手并肩朝山顶的梁亭祖去 灯高望远让谢朝渊内心更是顺畅 谢朝渊问他是否喜欢这里 喜欢的话本王也为你建议做这样的庄子 谢朝渊突然问他 殿下有钱吗 谢朝渊一脸自信地默认 本王不差钱 二人正要做点什么的时候 王靖汇报说定王派人来请殿下过去吃酒 谢朝渊无奈地叹口气 谢朝渊表示自己还想多待一会儿 谢朝渊摸摸他的脑袋说一会儿来接他 募送谢朝渊离开之后 谢朝渊也有点乏了 他转身问王靖自己之前是不是认识定王 因为感觉这里也很熟悉 王靖冷汗直流 结结巴巴地说自己不知 但谢朝渊看他神情就知道了 自己没猜错 以前来过这里 也认识定王 一个半时辰之后 天空乌云立不眼看要下雨 王靖看着外面一脸担忧 他问谢朝渊要不要回去 谢朝渊正摆梦的谢朝渊送给他的那把刀 听闻词也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传回来了吗 王靖说没有 谢朝渊走到窗边向远处眺望 等下渎